墨北是什么地方?一旦西京战场陷入僵持,那么墨北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了。 离阿克巴楚最近,最容易让西京军后院起火之地,把西凉兵忽略不说,但那匈奴人,韩子晴就对付不了啊。 白胡将军犹豫了片刻,正要开口询问,军北越却冷声,二哥,北江叫给你,如果完也列不退兵,到北江高原以北,就继续打。 你要去哪儿,墨北发生什么事了?军北沉联盟问道,墨北已经攻下,只是南宫城主死了,我必须亲自去一趟。 军北越说着,没有多解释,立马就出门要走。 他怒,怒的是影子这小子的失职。 子晴不清楚南宫城主对司徒浩南的意义,影子该知道的,该提醒的。 他急,急的是子晴危险了。 从信寒的日期来看,墨北一战早就结束了,那个女人打仗的能耐比他预料中的还强悍。 墨北胜利至今那么多天,以他对子晴的了解,他必定会深入西凉,和司徒浩南前后配合,夹击完颜列的。 如今,军北越就盼着完颜列能撑久一点,至少能够撑到他抵达。 司徒浩南的性格,他最了解,战争一结束,司徒浩南一定会找子晴麻烦的。 他甚至有可能把子晴押到南宫城去谢罪,甚至会和子晴同归于尽。 那小子什么都无所谓,就是偏偏南宫城主,是他的逆临,是他的禁忌。 军北越正要上马,随着三大虎将和军北臣全都冲了出来。 白虎将军拉住江绳,激动地看着军北越。 王爷,不可,明日就是除夕,你答应给将士们除夕夜,亲自犒劳大家。 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的,将士们已经期待很久了。 四弟,主帅不可言而无信,事情到底怎么了? 在即也不差这一天。 军北沉一拳,本是纸上谈兵的了,这些日子亲自带兵,又跟在军北越身前身后,进步了不少。 王爷,墨北到底怎么了?南宫城主杀了就杀了,那是咱们王妃本事。 就杀王爷,南宫城主杀得了,还有谁是那咱们王妃娘娘对手啊? 哎,你就放心吧。 这件事,军北越不想解释,也无暇解释。 司徒浩南确实不是子情的对手,但是,司徒浩南知道子情的秘密,知道子情的弱点呢。 而且,万一司徒浩南那小子玩阴的呢? 子情聪明是聪明,可有些时候,面对熟悉的人,难免想当然了。 他不知道,就算他有天大的理由杀了南宫城主,南宫城主再坏,再对西京大周不利,都改变不了他的身份。 司徒浩南的外公啊。 当然,军北越会这样想,是他不清楚当时的情况,南宫城主亲自出面暗杀。 来信中,只说了结果,没有说过程。 白虎,告诉中教士,西锤有情慌,这顿年夜饭,算本王欠他们的。 军北越冷冷说着,大首付在白虎将军手上。 白虎将军不得不松开江绳。 其他人正要劝,军北越早已挥鞭冲了出去,身影如剑,无人拦得住。 谁都不知道,他最最担心的,就是子情的身份被曝光。 一旦被曝光于武林,那么子情必定会成为众师之地的。 这样的麻烦,不是他们惹不起,而是他们没空搭理。 一切就在他的掌控之中。 一旦战争完全结束,义和大会马上就会召开。 他会把义和大会定在西京,他会赶在明沙山几沙大典之前,让西京臣服大舟。 将阿克巴楚和明沙山置他的掌控之中。 明沙山每年的明沙声,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。 包括明沙山下的密室,他一直都在调查,琢磨。 他要在济沙大典之日,好好探一探明沙山的情况。 孤岛的秘密,被战争所累,已经拖了一年了。 他不希望再拖下去,没有人比他更有急迫感,危机感。 或许,连韩子晴那个女人,都没有他这份危机感吧。 那个女人只要百毒不侵,就是危险的,时时刻刻,都是危险的。 因为,根本无法估计,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人,有多少人,在找百毒不侵之人,在打养骨的主意。 危险是看不到的,估计不到的,这才是真正危险。 这一切,君北岳当然不能解释,也不能说。 他在营地里,看上去还很淡定,可是,当他驾马冲出营地,便再也淡定不了了。 他疯了一样,挥边吉池。 从北江高原到阿克巴楚,以他的速度,最快也要四日。 而要到西京的西锤,他从来没有走过,他不知道要多久。 他只知道,就密函上的日期来算,也就在这几日,紫青就会和司徒浩南联手打完烟烈了。 生平第一次,对一件事如此的没底。 所以,他也是生平第一次慌了,急了,疯了一样地往前。 疯狂地都失去了理智,失去了他该有的戒备心。 突然,急迟地马戛然而止,瞬间栽倒。 与此同时,君北越积极凌空而起。 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,一颗小石头都可能导致马失前蹄。 这很正常。 可谁知,几乎是在君北越越起的同时,无数力鉴定疯狂地从前后左右,甚至连上空都有,朝君北越蜂拥而来。 就埋伏。 精心策划,等候已久地埋伏。 如果是平常,君北越还未靠近这个地方,势必早已察觉到周遭异样了。 如果是平常,即便是君北越陷入陷阱,至少他可以比利剑的速度还要快,还能逃出重围的。 可是刚刚的君北越,整颗心都被那个女人的安危占满了,他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考虑那么多。 万箭如同一张网,没有缝隙包围而来,君北越便是困兽。 可是即便没有防备,即便迟了一步,他依旧没有放弃。 当机立断,刹那间爆发出一身内功,化索无数锋刃,从他浑身上下爆发出来,一下子震开了即将没入身子的利剑。 而就在这个空隙,他得以拔出长剑,起料几乎是同时一道灵力的长剑嗖的一声,正中他的后背。 这一剑的力道非必寻常,君北越猛地转身,只见背后之人竟然…… 君北越怎么也没有想到,背后之人会是他,楚天阁。 上一回,西京和西楚的战争,让西楚元气大伤,几乎已经退出龙渊的舞台。 而在此次龙渊混战中,西楚也一直是无声无息的。 却没有想到,楚天阁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出手。 小人! 君北越冷声,他知道剑上有毒,也知道楚天阁会出现在这里,必定是埋伏已久,做了十足准备了。 哼,成王败寇,输的人才是小人。 楚天阁手持奴剑,饶有兴致地从草丛里走出来,唇畔勾起一抹冷笑,活脱脱就一小人得志的模样。 你以为区区一剑,就能奈何得了本王吗? 君北越不屑反问,身体一震,立马把背后的利剑震出。 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,伤口的毒居然随着他运气,立马流传到全身上下各处大穴。 这分明是一种专门封锁大穴道,从而废掉人的内功的毒药。 好个楚天阁,所用之毒,想必也是精心挑选的吧。 见君北越色变,楚天阁更加嚣张,他后退了几步,举起奴剑,瞄准君北越的心口。 是,我西楚是不如你大周,可是那又怎么样?杀了你,历史就该是本王来改写了。 楚天阁相当狠绝,话音一落,都不给人逃跑的机会,立马就放肩。 幸好君北越没有那么弱,他侧身一躲,咬着牙。 忍住在浑身上下乱窜的毒气,一脚踩出一块血石,直飙向楚天阁,狠狠打在他脸上。 楚天阁狼狈地捂住脸,陷陷跌倒。 你狠,你继续狠,本王告诉你,你每一次运功,你的功力就会减弱一层,本王有的是时间陪你慢慢玩。 那本王告诉你,在本王内功尽尸之前,一定先废了你。 君北越虽然受伤中毒,但却霸气十足,陡然就逼近,惊得楚天阁立马就后退。 他没有想到,那么久没有交手,君北越的武功精进了那么多。 不得不承认,如果不是君北越中毒,估计他接不住这个家伙三招。 楚天阁一边后退,一边从背后取出一根弩箭,双手双剑瞄准君北越射。 君北越的衣妹被风鼓起,肆意翻飞,稀冷的黑毛里似乎藏着千万冷箭,整个人散发出无形的杀气。 仿佛是从冰雪地狱里走出来的修罗一般。 他不屑,也没有时间跟楚天阁这样的人在这里耗着。 他赶着去找韩子晴,片刻的功夫都不允许自己耽搁,因为极有可能会因为这片刻就耽误了子晴的性命了。 以他对司徒浩南的了解,那个臭小子一旦疯狂起来,势必会和子晴同归于尽的。 他不会让子晴活,也不会让自己活下去。 所以,无论如何,他都要赶到西京的战争结束之前,提醒子晴小心。 看着怒意滔天,活脱脱就像是一头野兽,一个恶魔的君北月迎面逼来,楚天阁都不自觉地被其发凉了。 他这辈子和君北月斗过那么多次,却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害人的表情。 楚天阁不断地后退,后退,都不敢直视君北月的眼睛,生怕下一刻,他那双冷眸里,就会真的射出千万利剑,要他万剑穿心。 楚天阁不断后退,君北月完全无视身上的疼痛,身上的毒,还有渐渐被封锁的穴道,渐渐降低的内功。 这一刻,他或许不是在依靠内功战斗,而是依靠一个信念。 他不能倒下,不能耽搁。 欲神杀神,欲佛杀佛,不管是谁,都不许拦住他去西京的路。 来人,跟我一起上。 终于,楚天阁撑不住了,召唤埋伏在一旁的弓箭手,顿时一道黑影从草丛里窜出。 一个个全都手持奴剑满弓待发。 可是君北月却似乎没有看到周遭的一切,他稀冷的毛子都变成了星红的颜色。 他冷冷地盯着楚天阁看,一把抓住迎面而来的利剑。 就在这时,楚天阁吓得手都颤了,颤着狠狠地挥下,射! 射,同方才一样,万箭齐发。 怎么办?君北月,威仪! 然而,出人意料的是,几乎在楚天阁下令的同时,一道道黑影凭空落下,正是训练有素的射卫。 第一时间,就将君北月包围住,全部迟钝面对弓箭手。 而与此同时,白虎将军居然带着侍卫追了过来,一下子把所有弓箭手全都包围起来。 影卫,本来就是一直在君北月身旁保护的,只是这一回,这主子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,估计连影卫之手影子都追不上,何况是他们这些侍卫呢? 幸好,及时赶到了,而白虎将军则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了,率了一只精兵追来,却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场面。 一时间,楚天阁一整批弓箭手全都被白虎将军包围住,在包围圈中,君北月和楚天阁距离约有十步之遥。 楚天阁手持两把弩箭,君北月手握一把短箭,四目相对,形势明显不利于楚天阁。 他眸中闪过一抹狡猾,陡然凌空而上,而就在这个时候,君北月眸光一冷,狠狠指出短箭,他的手臂便是最强有力的弩。 这一剑,直接没入楚天阁的胸膛。 如果不是此时此刻,君北月的内功所剩无几,估计楚天阁早就丧命当场。 楚天阁闷哼一声,远远地落下来。 君北月却看都没有多看他一眼。 白虎,杀了。 说吧,转身就要走。 楚天阁这种早就被他远远抛在身后的对手,就连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。 何况他现在急着要走呢? 或许君北月自己都没有感觉到,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的脸色不对劲。 王爷! 白虎将军忍不住上前。 谁知,就在这个时候,君北月突然单膝重重跪了下去,喷出一口鲜血。 王爷! 众人大惊,就在这个时候,楚天阁飙出一剑,立马转身就逃。 君北月一手捂在心口上猛地站起来,一手接住了利剑。 好个楚天阁,这一剑本王记下了。 本王不仅记下你,而且记下西楚了。 这时候,白虎将军的精兵远远有实力去追处天阁。 可是君北月止住了,白虎将军也不会,因为他们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,不允许节外生枝。 君北月失去纯攀的血,低声吩咐颖卫。 活速前往西京战场,告诉王妃,小心司徒好难。 是! 应为领命而去。 白虎,谁让你善离军营的,马上回去。 君北月冷声质问,竟转身还要走。 无奈,就在他转身的时候,终于毒发。 他瘫了下去,不省人事。 当日晚上,君北月就醒过来了。 一开始回到军营,他二话不说,掀起背路,就要下他。 可是一落地,浑身竟开始冰凉,仿佛一下子就置身在冰天雪地里的感觉一样。 怎么会这样? 他下意识地运气取暖,却发现自己连一点点内功都使不出来。 他修行的是特殊的孤式内功,要废掉他的内功可没有那么容易。 可是如今,他居然一层内功都没了。 这,这不就等同于废了他的武功了吗? 要知道,他的武功完全是基于他内功的呀。 那,他记得他那帮助难以后,人事物尽力提供救了他。 一下子帮助难以为adh猜之作事话 Sud 从死与魔袁到底之后经意回到大基金收支出的母带开始事方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